一直到欧南所答复的话 利如来全四亿相略 利如来全四亿相略 我们现在书门上就是第24页的第四行 到第24页的第四行四亿相略 这一段文呢 他的科码就说 以全力鉴定其长情 佛用拳头来利欧南的见 眼睛的见 来定出欧南平常的凡夫的情见 凡夫的情见都是认为 眼只能看 心只能知 现在佛要跟他拢清楚 眼只能显色 只能照镜 他不能分辨 不能了镜 就是按照维世的前五世 眼跟对色成 生起的眼识 这个眼识也是只能照镜 眼识 眼的心理作用 他只能照镜 好像镜子照到镜点 前面有个东西 有个镜点 是好事坏事 是什么颜色 是长 是短 他不会分辨 眼根的眼识 身体的眼识 他不会分辨 不过这个时间很短了 一刹那 你一照镜 马上 第六意识的这个同时意识 就跟着出来 眼睛一照到镜尖 照的第一刹那 是眼识 分别 前面是个人 他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 有多高都大 这是第六意识的 叫做同时意识 也叫做五具意识 跟前五是同时 生起来的 跟前五是同时 生起来的 叫做同时意识 这前五是同时 具备这同时意识的 第六意识作用 所以叫做五具意识 眼看 耳朵听 鼻子闻香 舌头滋味 全身知道感触 这个前五跟对五是 五成的境界 发生在五是的作用 他只照镜 可是分别了 已经生起分别 就是第六意识 第六意识生起分别 凡是能分别的 就是第六意识 所以这个一般凡情都认为 言之能见色 心才能知 这个叫做常情 平常 普通一般的凡情 情见 情就是心 普通一般凡情的心理想法 认为 言之能见 心之能知 心不能见 言才能见 这是凡情 这是不对的 所以真正能见的作用 在心 接下去 他第二段 第二段的括弹呢 就叫做 因力破之 正弦见性 因出 定一个例子 就前面所定的例子 拳头的例子 跟眼见的例子 把它比例 引出这个例子 来破除 欧南的执着 欧南一向认为 言 只能见 心 只能知 现在佛说 言不能见 如果言能见 门也能见 如果言能见 刚死的人 也能见 如果死人 能见 就不叫做死 所以 言不能见 能见的是心 因此前面 七番破旺的时候 第一番 说你在里面 要先见到 你的五当六五 为什么 心才能见 眼不能见 那么欧南一向 就是执着 眼睛才能见 所以他说 看内障 又翻过来看 眼睛翻过来看 往里看 这就是完全错误 真正能见的是心 不是言 所以说 引这个例子 来破除欧南的执着 正弦见性 正是显出这个 真正能见的见性 是心 所以不是言 直直见性 是心灰言 那么因此 最后事故当之 灯能显示 如是见则 是言灰灯 言能显示 如是见性 是心灰言 这一张 第一番显见的 最主要的文字 就在这里 最后两句 如是见性 是心 灰言 所以眼睛看不到的人 他照样 能够了知曾经 后边还有很多文字 显示这个道理 后边有一种文字 他说这个 眼睛终然没有看 用他的身体的感触 能够发生这个 看着作用 后边有一段经文说 如果有人突然之间 把他眼睛摸起来 小学生 小孩子很会玩这一套 他跑到一个人的前面 他的同学 他同学连朝前面 他从后边 一下子把他眼睛摸起来 看他知道是谁 眼睛人物看不到 不知道是谁 他凭他的两个手去摸 摸在后边抱他的人 他就知道这是张三 还是李四 还是王武 还是谁 他一摸就知道 所以这个手的感觉 跟眼睛的感觉 没有两样 所以后边的经文 他是用这个例子说 纵然眼睛不看 可是他用手去 从头摸到脚 然后眼睛可以摸出 这是阿达玛 这是阿西 他不能出来 阿达玛提阿西 他一看一摸就 这是头 这是手 这是脚 一摸就知道 所以这个手也有见的作用 否则他拿拐杖 怎么会知道 什么地方可以走路 悪难的错误的境界 我们大家都是一样 如果不学佛 谁知道这个道理 如果佛法里面 不说这个道理 谁能知道 所以愣眼睛 非常非常重要 假如你不下功夫去研究 这些道理 在平常是都不会知道的 假如没有看到 这个第一番显见的文字 你都会认为 能看到是眼睛 那么心只能知道 那跟窝南前面的看法完全一样 那么到这里为止 第一番说过了 借盲有心 盲人 眼睛看不到的人 眼睛虽然看不到 他有心 心见还是存在 所以能见暗 也能凭其他的器官 去感触出 这个前进的情况 而心 是真正能看 而灯瞳眼 灯光现前 有眼的人才能看到 那么这个灯光能照镜 跟眼睛能照镜的情况相同 所以叫做真童眼 那么意思是最后佛 直直见性 世性 辉言 这个道理很重要的 我们一向的错误 跟欧兰的想法 是相同的 所以我要细细的讲 使大家明白 这个很重要 像这类的文字 假如我们不读 愣眼睛 老实说 你在其他的经里面 看不到 其他的经文里面 看不到 有 为世里面 会有这类的道理 可是那是直说法义 直说法义 没有这么全巧方便的 用例子 用方法 把它表现出来 让你 了解得清清楚楚 所以佛对欧兰 他没有说 见暗也是见 不说这个话 如果直接说 不是见明才是见 见暗也是见 可是如果你对欧兰当时 这样说的话 他绝对不能接受 他认为世界人 大家认为 见明才是见的 有光明看到东西 才是见的 见暗怎么算见 不懂这个道理 所以释迦牟尼佛 他提出例子来 盲人无言能见 他眼睛看不到 照样有见的作用 见的作用还是存在 那么见的作用在哪里 心 心能见 他心有见的作用 所以因此之后 能见的是心 而不是言 这是十番选见的 第一番 总观 是总一 这个总观 破了后边的道理 一番一番说明 就更进一步的 使你明白 这是第一番 说清楚了 第二番 第二番的选见 看就经文 就在这二十五页 看就经文 规则下第二 科判叫做 借刻不住 而成窑洞 科判就明白了 这个科判我现在都不解释 因为你把这一张文字听懂了 科判就明白了 不用另外解释 后边的文字还没讲之前 我单敢解释这个科判 一样是不懂的 还是不懂 所以这个科判是全经的 最全全篇的经的 这个提纲 听过这一篇经文 经文说完了 这个科判 不说而懂 不解释就懂 你以前面的 这个第一段 以此为例 就可以知道 前面第一段的科判 看着我也不解释 借忙有心 而登童言 直直见信 是心回言 不用解释 等到这个文字讲完了 我不解释 你也懂了 慢慢笑 所以这一类的科判 它是提纲 等到这个经文讲完 道理就明白 不过这个文字比较长了 一段一段都会一直增加 现在最后 这个第二章的 显见的文字 要显见不动 显见无动的文字啊 就是把第一卷的经文说完了 所以有一页半都 那么我们剩下的时间 能讲多少算多少 欧拉 说服的文诗言 以诸大众 口以默然 心未开悟 这里提出 欧拉 听过上面第一番的话之后 他还是没有了解 还是没有得到真正了解 因此欧拉 虽 不尽之词 虽然听到上面 佛所说的话 是一副德文诗言 四年 前面第一番 四星婚言的话 虽然听到这个话 跟当时跟他同类的 这类大众 可以默然 没有话讲 没有话讲 因为没有道理好说 但是呢 心未开悟 他的内心还是不明白 口默然 不能讲话 没有话讲 心还是不开悟 原因在哪里呀 按照江光大师的正脉解释 他说这里有三种原因 他的口虽然默然 他有三种原因 话说不出来 含在里面 所以没有开悟 第一种呢 我们一想只知道 年 是能见的 有年才能见 眼睛看不到 就是没有见 眼睛看不到 就是无见 这个平常大家都这样想 可是现在佛用盲人的例子来说 盲人见 暗示见 既然盲人见 暗示见 现在我才知道 没有眼睛 眼睛看不到的人 照样有见 眼睛看不到的人 照样有见 这个意向不知道 从来不知道 现在才知道 眼睛看不到的人 照样有见 那么而且这个见 跟眼睛看的见 好像是不相干啊 根本不相干嘛 眼睛看不到了 他直见暗 直见暗的见 跟这个眼睛见的见 好像并没有关系 眼睛看不到的人 完全看不到 跟看得到的人的见 你说见暗示见 现在知道盲人见暗示见 但是觉得这个见 跟眼睛见 好像没有关系 好像那会上关系 佛要这样说 看不出了 看不出了 对 对